然後有個探長不斷在我耳朵說 陳Sir 衝進去吧 是曾志偉的爸爸曾啟榮 背叉紅銀雞 一條紅帶 是他衝過去 因為他是很健碩 他不要曾志偉 曾志偉過去被人打死了很久 我完全原諒很多藝人不說話 因為當你走出來 你站在正義那邊 一定會失去很多以前支持你的人 因為我相信他們走出來 也不是反對民主 反對自由 反對任何事 只不過是說我們為何要反對我們的國家 都不明白 我是中國人 為何如果我加入了你呢 第一件事 我就要說我不是中國人 第二 我就要反對中國政府 Hello 我是Bonnie 玻璃珠 今次鬱姬TV的玻璃珠客室 又請到這個重量級的嘉賓 這位嘉賓 是我小時候的偶像 為何呢 因為媽媽經常說 這位男星是很像我爸爸的 所以我對著他很有親切感 當然他英俊 我爸爸很多 所以今天非常榮幸 請到這位我的二時偶像 陳癮健先生 菲利姬哥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菲利姬哥 知道你廚藝又了得 又有養生之度 還有很多很獨特的 很有見地的見解 或者跟我們很多的民生 社會問題都很關心 不是一直都很肯發聲的一個藝人 其實應該開心的是我 我是你的忠實擁躉 看你的節目 還有你很勇於發聲 還有你的分析能力 其實我很喜歡聽你說話 還有今天你叫我來 給我一個難題 你要我煮東西 其實我煮東西 我只懂得煮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煮牛扒 不是呀 煮一個好的牛扒 其實是很高深的學問 其實這段時間也有很多人教 但是我覺得我煮牛扒 我都很精的 因為我本身喜歡吃牛扒 和你一樣 我們都要保持身體的健康 骨質素 是呀 所以待會我們有菲利姬哥 大展廚藝 我們一人就煮一樣 然後我們再慢慢坐下吃飯 聊聊天 立即示範 Felip哥 知道你吃得很清和很健康的 所以這個頭盤 我今次就預備了這個當做的露筍 就配這個水煮蛋 和這個松露蛋黃醬 很喜歡 是不是呀 簡簡單單 待會我們怎樣做的 project水煮蛋 我們水滾了有些bubble 我們就將它轉轉轉 水轉到船鍋 然後把它倒下去 然後我們再用一些露筍 炒炒它 鋪一些蛋黃醬 就簡單做了一個頭盤 我們有微微的bubble之後 就一邊攪水 然後做一個漩渦之後 就將雞蛋倒在中間 30至40秒就可以拿雞蛋出來 Felip哥 教你做蛋黃醬 Melanase好嗎 好容易 因為做了沙律 怎樣都可以 用一個蛋黃 加一些Sunfire Oil 盡量不要用橄欖油 或者這些花生油 為甚麼 因為味道太濃 不太適合 對 之後就加一點點醋 和一點點鹽調味 最後我們再加些醋露 下去 就形成這個醬 很簡單 好 最後我們加些油和一點鹽 把鹽炒醬炒 炒一炒 煮上鹽 煮上鹽 好 完成 完成 Philip哥到你了 多謝教授我怎樣做水煮蛋 還有牛扒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牛扒本身賣美麗 因為如果賣美麗就算你沒有所有的東西 只有牛扒本身賣美麗 煎一下已經很好吃 這次我為了你是廚藝高手 因為我沒有藝術 所以我先選一個美麗的 買了美國的Cherlone 配菜就是用紅酒燴蘑菇 因為我覺得蘑菇是很爽 吃下去的時候 但我切忌切到很小 就沒有意思 一開二 一開二就不要一個定 不要一個定 就很飽很肥美 吃得好的時候就會好吃 還有配上牛扒 就爽口和牛扒的肉很搭 這樣就用紅酒燴蘑菇 一起煎牛扒 配牛扒 立即示範 沒錯 首先牛扒就當作一隻牛 首先就是要告訴他 我是主人 你又不是 所以你要聽我說 先答他兩答 好 這是給你自己的信心 其實就是 不是跟牛扒是無關的 OK 但是那個 即不是說鬆鬆一點的肉 其實也是的 是 因為其實它裡面 你煎的時候 它裡面本身有很多的肉汁 那些 我們千萬不要說 我以前就不認識 就是用叉 用牙籤捉一些洞 那些會飆出來 煎的時候 但其實會流失了裡面 那些有少少的血 如果喜歡煮的話 更加沒有了 那好吧 那第一件事就是 marinade 當然marinade的時候 最好就是 先用一些 橄欖油 這個廚房是你的 是嗎 沒所謂 你喜歡搗亂產 是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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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跟進去 調一下模 動一下 輕鬆一點 是 首先是用一些 橄欖油 幫它按摩一下 乖乖乖 第二個步驟就是用一些海鹽 是 是 下一點鹽 不用太多 醃一下它 扭少少 還要均勻 是 這個是鹽 是 OK 然後 就不要用醬油 不要用中國醬油 可以用少少的Magic Sauce 嘩 你好厲害 其實我經常都說 我煮雞 焗雞 我都加少少豉油 是 因為它這種醬油 它不是說我不要它鹹 是 鮮 我要它鮮 還有它不要騷擾了牛肉本身的味道 是嗎 下一步我們就是要加少少黑椒 不過我自己呢 我自己的黑椒會最少 我以前都會先加鹽 黑椒 黑椒如果大火煎牛扒 很容易焦 其實每個人對牛扒要求都不同 沒錯 沒有所謂的 喜歡自己的感覺 我認為這樣就夠了 放一會兒 OK 放一會兒 然後我們可以先準備蘑菇 蘑菇我們先起芡 不如你幫我手 好 即是不需要它滾的 全都放下去 先放下去 即是這個三粉加水 先不要加鹽 不要加鹽 因為加鹽它會變縮 嗯 再加些蘑菇 是的 加些紅酒 加多少 這裡大約 差不多了 這裡大約30秒左右 你去到那個藍色本身是要 紅色 玫瑰色 玫瑰色 好 來 那就可以讓它慢慢 可以帶點火 好 我們煮牛扒也可以 好嗎 下來了 哇 好香啊 是的 我們要加些芭蘑菇 是嗎 是的 然後加了紅蘑菇 好香啊 紅蘑菇 hogy ront 乾杯 bullets blanket ках 你 滴 isti 但其實我記得看回很久之前 我小時候你是做警察 好像在一個很大的槍劫案裏面 做一個指揮官 是否很大件事 那件是甚麼事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那是1974年 在旺角一個叫寶生銀行 有一個賊在他剛好收工時衝進去 他有一把槍 他又開了槍 然後裏面有十一個人質 全部都是那些職員 怎知他拿了錢上手時 衝鋒隊已經到了 有人按了暗鐘就是按了警鐘 變成了衝鋒隊 一來到衝鋒隊他又出不去 他又拉了一個閘子 他將自己困在裏面 於是香港開埠以來 第一宗有槍的 鞋劫的 有人質的 銀行打劫的 就發生在旺角 就是那件事 我就是旺角的偵測總督察 就是管了CID 我打算下班 搭著西裝想去喝喝東西 然後人家進來打劫 整班就立即出去 因為我差距很近 那個銀行在上海街 衝出去就開車 兩輛車就衝過去 怎知人算是不如天算的 整地道都塞了 那怎麼辦 因為香港是塞車的 所以有時看電影那些 那些是拍戲的 那些警察就走不到 就下車就跑過去 要跑很遠 要跑所以警察的體分是很重要的 我們就從彌敦道那裡 差不多是拔街 跑馬跑又跑過去 去到就發覺有什麼情況 但完全不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是 只是衝鋒隊那些人告訴我們 去到發覺有什麼事情 以前又沒有手機 又不知道裡面沒有人聯絡 沒有手機 我告訴你沒有什麼 沒有公共關係科 沒有飛虎隊 沒有CCTV還不重要 但有什麼呢 有些是指鹿為馬的探長 有些是很年輕的 不知道死的我 那些的警員 變成是 我們去到都是用common sense 就是把那個地方封起來 封起來 封起來就把群眾全部退後兩條街 就用鐵馬全部攔起它 那時候就很怕它隨時衝出來 因為你不知道 又不知道有多少個賊 可能有人說 好像有三個人說有兩個 但一定知道它是有槍械的 我們就 第一件事就設置一個 叫做指揮中心 就在旁邊的餐廳 拿了它來做指揮中心 看看有沒有什麼後門地方 怕它走出來 發覺那裡是沒有後門的 然後在樓梯的角度 可以打開一個 氣槍 有一個氣槍 就裝到少少銀行裏面的東西 打開 裝到都是有幾個穿細服的 那些職員 看不到那個賊 於是我們就不敢 無謀言去動 於是高官都來了 因為香港沒有試過發生 這麼大件事 還有開了槍 有沒有人受傷 不知道 有沒有飛虎隊這件事 沒有飛虎隊 特別是槍打得好的 就拿很高分 就是馬克森 就是馬克森 是拿長槍的 不是的 我的馬克森 我是用卡班 那時候是用M2 美國的卡班 是 但是如果用手機槍 我就不知道射到哪裡 但是有些外籍 還有一些中國的 我們香港的警官 他們都很準 他們叫做馬克森 就是叫馬克森 來 我們就在對面的天棒 設置一個地方 那些嘴擊手 跟他衝出去 然後有個探長 就不斷在我耳朵說 陳老師 衝進去 衝進去 這個探長 平時在一張報紙 叫做《紅綠日報》 叫做什麼探長 寫這個 寫磚欄 他說應該 我推出 他已經沒有子彈 因為他開了一槍 接著我們圍了這麼久 他還未開第二槍 我懷疑他是沒有子彈 或者是假槍 我又不贊成 出入去 他說那怎麼辦 我問他在裡面 等他黑眼睡 等他餓 等他沒有水 跟他談 對 當時沒有談的專家 也是 那些高官就離開了 那些高官就很緊張 打電話進去 結果有些記者 打電話進去 他在電話裡 又開多一槍 打電話 嚇到我見到那個警司 我平時很仰慕他 那個警司 那時候我是總督察 那個警司 他說 糟糕了 臉的青蠻 你糟糕了 我怎麼辦 但是你知道我年輕人 我只有二十多歲 那我就 很重要 我們想辦法 於是就 形成了很多個計劃 一個就是找爆破 前門爆破 引開他 在後門爆破衝進去 在上面那個地方 叫開垂繩衝進去 有很多個方案 全部研究完 是 但是那個賊 就是要我們 一定要給他 給他 是 想走 讓他能夠走 他會帶位人質出來 於是我們結果 就是找了一輛私家車 把油缸 弄細了 讓他走不了多久 就沒有油 另外有三輛電單車 就是有陳昌首 就是預備他出來的時候 就是吊著他 適當時就下手 是不是想得很精彩 很厲害 但後來 第二天早上11點 那些車是進不來 為什麼 因為塞車 因為那些看熱鬧的人 太多 整條上海街 新田地街 塞到滿了 看不到也站 香港人很喜歡 沒有警察可以把他們 因為看樓上 看不到也有幾百 所以你現在知道 有時黑暴 為什麼會好笑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都是看熱鬧 結果那些人站在幾條街 那車進不來 那怎麼辦 忽然間 就是他裏面 真是黑眼粉 他黑眼粉 黑眼粉 那11個不是開玩笑 那11個都是左派銀行 我告訴你 1974年 1967年是左派暴動 1974年 那些左派跟我們 都不是那麼朋友 還有他們個個都可以打 是呀 然後那個人 那個賊很高大 他黑眼粉 那時候是 那時折了多久 由下午5點多到 翌日到11點 都10個小時 漏夜的 20個小時 他是累的 他中間又拿了一些食物 那些我調了不說 然後 那些銀行的11個人 就走上去又坐 又踢 總之11個人 整隊足球隊 對你一個人 你都不能動 於是 於是把他壓在那裡 還有他們暗中把那些鐵線解了 然後我們就用陳昌手 就衝進去 一衝進去 就拉了他 一發到他還有三十幾發子彈 然後我就找那個神探 神探 神探 神探在哪 你找沒有子彈那個 所有的粗口都送給他 然後他的下屬跟我說 他說 阿Sir 他頭痛就先回家 馬上閃 我當時是不知道 因為當時沒有工 他們有TVB 在對面設定了現場直播 通宵直播 然後很多記者來訪問 那些高官就沒有人肯說話 一級推一級 推到我那裡 我就說 你了你了 我來 下面那裡沒有人 然後我就接受了訪問 一個很英俊的高大的阿Sir 沒有人說高大威猛 但是好笑的是 那時候電視是沒有重播的 我還沒看過這個片段 我只做了就算 心裡也不會想著看什麼重播 因為當所有人都散散 我們要做個案 要開始收拾證物 要打字 也要打不知多少份 差不多做了一個月 要起訴他 有很多事 然後我回家很累 我問我老婆 我問你有沒有看新聞報道 現場有報 他說沒有 我問你做什麼 我說我在看阿士 當時叫麗的 我說為什麼不看無線 我告訴他 那邊蕭芳芳那個好看很多 即是沒有人看的 那你真是挺可憐 做警察 其實所謂你看銀幕上的英雄 回家其實是挺可憐 尤其是老婆以前 沒有看就算了 你死了就不知道 原來是沒有人理你 不是很重要的 我也不覺得那是一回事 結果是過了十幾年 才看回他有些不知什麼 說回懷舊的節目 發金銷的節目 我才看回 我才見回自己 所以他根本上是很感觸 即是說當時自己年輕 原來做了這樣的事 原來是沒有這樣的險 原來是不知道死點怎麼寫 慢慢的東西慢慢回來 但起碼你的決策是對的 就是用這個跟他打油擊 我們叫做拉長他 要他累 要他消耗體力 要他消耗體力 這樣好過硬兵 因為有幾點的 第一 第一 開頭不知道有多少個賊 後來當然我們知道 只有一個 但第二 你不知道他有多少子彈 第三 你不知道是不是換了衣服 你十一個人字 你那些銀行穿了制服 他換了一個人的制服 坐在那裡 你已經卸誰 沒錯 所以這些太多不明的因素 根本上是衝進去 應該先用談判 那時候就是跟他談判 談判到他就要一輛車 但我想讓他進不去 沒辦法 我不可以跟阿橙說 抱歉 逼塞車 可不可以改替這些 給雪茄 很好笑 我們一邊吃著一邊聊 但真的很好笑 笑笑飽你 那時候是王家香港警察年代 做警察 現在是香港警察的年代 你自己看著這麼多年的轉變 你覺得 人們經常說 香港警察沒有以前王家香港警察那麼好 那你自己又覺得 錯的 其實警察是一代一代傳承 每一個代傳承 有一些漏襲就沒有了 反正是越來越好 而且你要跟上時代科技發展 不可以用以前那套 唯一是為何叫王家 因為1967年是止暴有功 所以英國很懂得做這些手段 令你快樂 第一次給了王家給你 原來我一開始和馬會都是一樣的 王家 很厲害 王家不是很多 只有馬會 有我們 1965年進去 剛剛趕到就是天色碼頭暴動 然後67年就是左派暴動 但是那時候為何會不攻過來 為何人們會衝過來 是因為都是整個政治的局面 政治是中國 中國政府其實都是用方法去解決 結果是沒有用到的 英國政府也很黑勢 如果英國政府要出兵 那邊沒有出民兵 然後就解放軍 那是沒得打的 是呀 即是懸殊也太厲害了 所以就是推了警察出去 所以那時候我在亞洲商刊 寫了明 警察會員都是 Hamburger中間那塊肉 你總之好不好吃 就被人咬 吃硬的 所以你說以前的 其實我們和現在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香港的警察是全城的 承擔了這個責任 你做了這份工作 你就不會考慮到自己的安全 是 甚至乎有時是傻到 穿了一件制服以為自己是槍彈 即是都槍不入 是 但其實不是 但我就是 這件事是想說給大家視頻聽 就是 為何那些警察能夠這麼忠誠勇毅 他不是超人 是 他都會回到家 他都會擔心他的家人 他都擔心他的家人 他都擔心他的家人 總之你是要接受 承擔了這個責任 使命 有事你就出來 無論你是拉著繩子 在那邊封鎖 那條街 被人去強制檢 而不是好 在那邊跑 或者是被暴徒 找東西扔也好 或者被髒口隔壁在那邊罵 你也是要執行你自己 法律上賦予你的責任 是啊 如果對方是有暴力 你就要用武力 這是沒有選擇 如果是沒有了這個 為我們守住家園的前頭隊員 基本上這是什麼世界 有都已經辛苦了 沒有了時候我們怎麼會下去呢 這麼多年都辛苦一班香港警察 幫我們全靠他們 什麼都要做 我在打鼓嶺那次也是 當我們和對方暴亂的一些民眾 幫他們打起來的時候 他們後面是解放軍的 拿了重機槍在戰壕那裡 我們後面是居隔兵 在裝甲車排在那裡 我們在中間而已 是嗎 我有想過 咦 哪一邊贏我們都會死 都夾在那裡走不掉 沒有得走的 基本上那條路是調不到頭的 所有的警車 很多這些事情 當時我是不會害怕 那次是開了窗 把我們一個外籍的總督察 搶了過去 搶了過去 是曾志偉的爸爸 曾啟榮 背叉 紅銀雞 就是一條紅帶 是他衝過去 因為他很健碩 他不是曾志偉 是嗎 曾志偉過去被人踏死了很久 他是飛身過去 那些農民 是用那些 草頭和棍 那些東西 去打他 那個鬼佬已經傷了 現在他爬過去抱著他 就搶回他過來 兩個人進去沙發院 都不知亂多少針 沒有人說 沒有 沒有人說 那次我們回到粉嶺的時候 大家都很久沒有回家 然後 上來說 你今天做得很好 打鼓勵 因為沙頭角 剛剛在早上兩個禮拜 才發生 死了幾個警察 我們又有第二個危機 奬勵你們回去休息 你們回去八個小時 然後明早回來 那時候多久沒有回家 其實有幾個月 哇 那個時刻一聽到 忽然間思思醒起 原來我這麼久沒有回家 咦 我媽媽呢 我的弟弟 每個兄弟 每個人不出聲 但看到很多人都在流淚 不是哭罪 而是流淚那種 那種是很開心 我喜歡可以回家 忽然間就說 不要緊 上頭說要下來 加許你們 大家在操場那裡集合 等一等 等了九個小時 但我們不是介意等 我們是想 我只有八個小時 已經摸了九個小時 又摸了九個小時 摸了九個小時 還要搭火車出去 然後更討厭 就是看到他 突然間坐過直升機 一下來的時候 然後全班人就在那裡 粗口歡迎他 那個鬼佬 嚇到 一轉頭就 上一隻升機 就走 當時是大家 你看出警察的壓力 抑鬱其實是很辛苦 突然間 一釋放出去的時候 你暫時是不能收回 所以你說 現在 你說要我比較 現在警察 他們接受的壓力 是高過我們那時候 很多 又被人打 又被人罵 以前 問候家 攻擊家人 以前 以前用的武力 是大為家很多的 是 真的 真的 因為 因為我們 是死了一些警察 那時候 你出來的時候 大家是一種 那種敵意 是很強的 而且是敵人來的 不是你死人我忙 因為他是用炸彈 我都被人用手動彈 都扔過一次 你根本上 每一次你走出來的時候 你都是 打仗 將你的生命 是擺出來 那時候 你一定要 一個人很繃緊 還有 會是 比較粗 所以你一見到 現在警察被人這樣 罵 而且他有時候 不僅僅是黑勢 就是很 鬆容地去 化解他 我是非常仰慕 其實是 還要當面 罵到你 祖宗十八代 髒口又出色 有多侮辱 得多侮辱 而且他 你知道他 特地 是在挑釁你 是挑釁你 是 他想你 是想激 你做錯事 但是警察 是沒有 會被這樣引 其實大家身在福中 不知福 其實香港警察 已經是越來越好 不要再要聽那些人說 又說以前 什麼王家英國 年代的香港警察 有多好 我真的希望 時光倒流幾十年 你回去看一看 你自己試過就知道 是不是 當然 例如這一代 他們都很難知道以前的事 但是 年輕人很多時候 他覺得出來 是對抗一些 代表權力的人 是一種刺激 是 但是他不知道 其實在這樣做的時候 第一 他是被人利用 是 第二 代價是很大的 現在我們看到 那麼多人 好人好者 叫做 一些學生 或者一些正常人士 因為一件這樣的事 又要坐牢 犧牲前途又要走路 其實很慘 其實很慘 之後 沒有做警察 就轉了做演藝界 那麼多年 那麼資深 你看 其實那麼多藝人 叫做阿倫 阿B哥 出來說 撐警 為什麼受到這麼大的攻擊 然後 一些妖魔化的侮辱 你自己都有 你自己都有 好像 你怎麼看這件事 第一 首先 不是每個人藝人 都能夠膽識 或者是有那個資格 走出來 為什麼呢 我完全原諒很多藝人 不說話 因為當你走出來 你站在正義那邊 一定會失去很多以前支持你的人 因為現在一個 是一個大家對峙的局面 為什麼我不喜歡現在的暴力派 因為 不是你相信我 有些世界不是這樣的 沒有共存 是共存的 所以我說 如果你說怎樣去看 要止暴 就是分幾種 一種他們不是用暴力 是 我們朋友身邊很多 你很多 但是 有些好像藝人 有些藝人是走出來 他們不是說反對民主 不是說要反對你的要求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說反對暴力 是支持警察 因為警察是一支 是保衛我們的安全 是 保衛我們的命 我們的財產 是一些團隊 大家也說了很多次 你不要搞事情 他們不會出來 是嗎 不做都有良出的 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要被人扔 被人燒槍了 是 為什麼要被人找一支箭射穿了 自己的腳掛窗 嗯 不被人射穿 也有良出的 嗯 工作在家也可以 我相信慢慢 假意時日 有很多人會明白 就是現在的那些 甚至乎 支持 譬如說 支持那個 對付政府 反政府 或者用一些激烈的手法 他們都會改變 因為 慢慢 真相是會 一個人成長 想看多些東西 聽多些東西 看多些東西 他會明白 但是那時候 他可能會後悔 但是有些人 他是不會明白 因為他已經是 想和他死過 因為他是 他是要 反中亂講 講到明 他不推倒中國政府 他目的都達不到 他怎麼會停 我們是阻礙他做這件事的人 他怎麼會 將你消除 你消除 不如我消除你 我的立場 但不是每個人都很像我 是吧 有很多藝人 他要出來 他要靠他的觀眾 去戶口 要養家獄兒 是吧 或者他是很害怕自身安全 因為他是一個和平的人 很簡單 他是一個和平的人 他不是你們 我們因為見過世面 我見過生與死 我不怕 每一個藝人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 出發點 都有他的使命感 我不敢代表他們 但是我是佩服他們 因為我相信他們撐出來 都不是反對民主 反對言論自由 絕對不是 反對任何東西 只不過是說 我們為什麼要反對我們的國家 都不明白 我是中國人 為什麼我如果加入了你呢 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說我不是中國人 第二就是要反對中國政府 而且你不知道 人家內地的生活 是怎樣的 不知道人家政府改良了 有多少改革了 你都不知道 是由無知之中 而產生了一些敵意 然後加入了那個行 我也是非常愚蠢 我不可以跟你愚蠢 我不一定要走出來 我又很開心地告訴你 又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人 我沒有被人威脅 為什麼呢 我不看他的東西 還有你們這些級數 上了神台 我們俗稱幾乎 他覺得我太老了 不是 神台 都是要幫些豬 我們當打 所以我經常被人攻擊 對 我們這些小流萊 不是小流萊 是因為你們當打 因為他覺得我 是老人家 不要理他 所以你受到的攻擊 不算很嚴重 但我怎樣也不會覺得嚴重 因為有什麼嚴重 比我曾經面對生死 你們是什麼 對 見過大小面 我不是只為我自己 我是為香港的未來 香港的未來 是代表了我的下一代 是代表我下一代的下一代 我真面子的朋友 我身積的下一代 為什麼香港是一個 這麼好的城市 這麼好的家園 要被你弄爛它 然後等到他們將來沒有一個前途 是 我不喜歡去英國住 我去過英國 因為我去過英國 我住過 是 你們應該未去過 我認為現在年輕人應該怎樣 不要等走路 才去外國 應該在走路之前 不要犯法 在犯法之前 被通緝之前 當你還是一個 完整的人 的時候 走出去 你沒有錢都忘記 拿背包走出去 你看看外國 不要只看內地 然後回去我們的祖國 在別人的群眾裏面 一起去看別人的生活 一起去呼吸 聽別人的講話 看別人的節目 OK 然後你自己再反思一下 我們香港 是不是這樣的呢 如果不是 有些什麼地方 我們不足呢 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貢獻給他 影響到他 譬如我們有些電影 我們拍得好過他的 是的 絕對 他們空間多 人家同樣的收入 人家住的環境 都比我們好 人家真是小康 我們很辛苦 我們不覺得那些錢 其實我們已經是一體 我們大家是中國人 內地慢慢由他開放 一直到他的改革 和他的經濟發展 已經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應該是一個很好的 一家人來的 因為你會和多些 國內不同的朋友 你交朋友 和一些專業的人士交流 你會學多很多東西 你看完之後 你才會說 你沒去過 就是整體之蛙在叫 其實他們一生人 只是去過 泰國 台灣 一兩次 他究竟在歐洲 都沒去過 甚至你們經常說 BNO 移民 第一 我真的想說 你覺得BNO移民有你們份嗎 你有沒有看過條款 我今天才寫過文章 我說其實BNO 是應付香港的充產 因為他要求你 首先要付幾萬元的簽證 接著要付半年的生活費 你想想 幾萬元一個月 都要花幾十萬 即你的銀行戶口 沒有一百幾十萬 你想也不要想 你會申請到移民 第一 所以你們那些 沒有未來的香港人 仍然沒有未來 因為他們是不會修理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說你英國生活很好 和英國人相處過 我覺得也是一個騙局 其實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無論到世界哪裏 沒有一個地方 是你自己的家 更好 因為你開頭可能挺過癮的 是啊 但你那段時間 你會發覺到 原來真的你會很掛念家裡的東西 你回來 你走出來的時候 我不是二等人 我不是二等人 就算你在加拿大 那麼多香港人 那麼多台灣人 那麼多內地的中國 是呀 回來了 是啊 是的 我的女兒在那裏讀完大學 都要回來 為什麼呢 你走出來 你都不一樣 更加不要說澳洲 我認為澳洲 直接有歧視 很嚴重 首先香港不是那麼差 是的 直接在你搞亂之前 都很好 是啊 其實都沒有國安法 你說香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 要有改良 是的 是的 這樣就要幫忙去改良 用你自己的身體力去做 嗯 就像金毛署長說得對 是嗎 忠誠勇 是 是我們的社會 社會 真是做得出 嗯 不是你只在喊那些口號 全部都沒有建設性 是 是 那些什麼訴求 就是 年輕人來說 我也是鼓勵他 就是不要聽我說 你不要聽那些人說 你不要聽你任何人說 你自己出來看這個世界 你看一下 那你想事情就會海闊天空 是啊 為什麼要把自己 變成一個 次等的公民去 是 我都不明白 還有我想說 在外國人眼中 我們都是Chinese 是的 我們不是Hong Konger 你要記住這件事 是啊 你永遠都走不出Chinese 這個名字 這一輩子 還有你的樣子照鏡 沒錯 你不是因為你多說英文 你就變成白人 沒錯 是啊 你曾經做過搶片公司的總經理 你會不會覺得香港好像 這個演藝業好像青黃不哲 好像沒有上當年梅艷芳 鄭秀文這些天候級數的個性 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是有兩個理由 第一就是 在80年代開始 有盜版 盜版是打擊很大的 但是盜版全球都有嗎 不是的 日本沒有那麼厲害的 美國沒有那麼厲害的 韓國沒有那麼厲害的 日本沒有人盜版 但是呢 當時我在華盛的時候 應該是80年代 差不多 90年代 我已經發覺到 是沒得做的 因為盜版打擊很厲害 第二 在歌的來源 好歌的來源 原本我們在香港很多好歌 是用外國的 譬如日本 韓國 甚至英美 歐洲 配了我們中文歌詞 歌詞 我們叫做Cover Version 那時候那些歌手演繹都很好 是 阿倫的歌 何友的歌 很多的 黎明 張國榮 很多很多 也有好本地創作 例如黎小田 黃芝馬 顧家輝很多 沒錯 但是 畢竟 香港的創作人都是少 然後 忽然間某一個電台 某一個高層 得高望重 那時候 就說一定要是本地創作 那我知道什麼台 總之 如果是改編的歌曲 就不會在我那裡拿出來 打入不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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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入不到什麼榜 這個就是說 不是你私人我忙 其實那是文化的一種 那時候我就很生氣 因為我們做唱片公司 我們都很辛苦去做 我們都沒有本地創作 你用不用 因為要提供本地創作 然後就要打壓 和抵制 抵制一些改編歌官 我經常比較 如果文學上 是不給翻譯的 全部是要原文的 全部翻譯本 不給人看的 那時候 你猜我們那個文學 是不是會發揚光大得這麼容易 還有音樂 也是其中一種的 藝術 也是一種文學 是 你沒有了大家互相吸收 和那種刺激 你便停滯不前 你便顧暴自風 在一個井裡 你想想香港有幾個創作人 你不是說他們不聰明 你聰明都聰明 那一年會 每一年會 每一年會 那幾個 那幾個 那些人 他做了三十個歌 一年 三十個歌 你可能有十個 賣了給最好的歌手去唱 那二十個 他不會扔掉 變成那個 那個水準是會很參差 是 變成很多人說 為何好聽的歌少了 因為真的少了歌的來源 那又說 為何是否為了很多藝人 喜歡回大陸 所以又怎樣 其實藝人一向都是想 擴展自己的市場 不是因為大陸 鄧麗君去日本 欣子丹都去荷里活 張子儀都去荷里活 藝人當然希望能夠擴大市場 如果香港這麼小 你要擴大市場 有一道同聲同氣的 以前我們有的台灣 以前有的新加坡 馬來西亞主要市場 慢慢是凋零了 那現在我們要怎樣去找回 我們華人的市場 最快就是大陸 是啊 還要連住 這麼近 還要這麼多人 那你說是否很容易 其實不是很容易 你進去都經過很多 不同的關卡 但是藝人是應該這樣做的 他不是因為要討好 內地的觀眾 而是說他 我做了一件事出來 我表演我為越多人看 我才值得我去投入 我的一生去做這個工作 藝人的心態 其實我想說 Philip哥 你這麼多朋友 我想大家都經歷過 很多藝人朋友 都有不同的立場 所謂的顏色 你自己有些好朋友的朋友 例如John 陳建勳 那些真的是兄弟 我記得你 那怎麼辦呢 大家有顏色不同 見到面 有沒有因為這樣而搞到 有而有變 或者相處方式不同 或者是怎樣 首先 他不是一個極端的人 他不是那種人 第二是說我們的交情是很久的 我們差不多幾十年 經歷過很多事情 除了一起共事之外 也經歷過一些困難 一些喜喜樂樂 而且每一個人都發覺 自己在最低落的時候 最需要朋友幫助的時候 他在你身邊 我覺得我們走了這麼長的路之後 那個友誼 不是那麼容易 會被一些事件衝擊 就會消失了 是 到了今時今日 我不會為了 他的政見去挑戰他 因為如果你真的了解一個人 你不會去挑戰他 就算你跟他老婆 你不對 就算你胖了 你也不要在他睡覺前 老婆 我買了一個跑步機給你 死硬 大家是否見到面 就不說這些話 我們說得明白 John 我們不說這些政見 但最近我坐在一起 許具文和他一起坐在一起 就說 今天不說這些事情 大家一說一定會贊成 一起說特朗普多壞 不是 他們有些人喜歡特朗普 他們那些人 不管我們三個都不喜歡 都不喜歡 都不喜歡 OK了 已經下台了 所以說好朋友之間 應該是他的政見 只要他不牽涉到暴力 我不可以接受暴力 第二 一定要數點亡鐘 你不可以這樣做 第三 你不可以用一些惡毒的東西 去罵別人 這是人格的問題 對 我覺得 沒辦法 如果他真的去到那個地步 大家只能夠說 我想做他做朋友 他也未必想跟我做朋友 因為我就是我 保持自我 如果大家還是真正的朋友 能夠跨越到 超越到這種 自己的一種偏見 或者一種太固執的話 或者能夠把他身段擺低 這個世界上不只是政治 是的 我最同意這句 很多事情不只是政治 是的 其實這段時間都真的好少少 大家少說這些 是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好像真的關閉了一些 你自己又覺得 香港人如何修補這個裂痕 如何我們可以再團結一起 其實我很可憐現在是父母 有很多人都罵我 父母管子女不好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年輕人走出來 我不完全同意 因為我們記得我們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 我們都很反叛 是的 爸爸慢慢說的東西 最重要是不對聽 不要說不對先 不對聽 當然在外面聽的東西是對聽 是的 好像我自己小時候 什麼都做過 偷錢又試過 小事偷錢又試過 如果是真的這樣下去 就做了一筆 是 但是為什麼自己會好呢 就是除非你很小的父母 已經能夠導入到一個正軌 身體力行去給他看 讓他聽你說 有很多些家庭 我的家人 我的兄弟姊妹的家庭 全部都這樣拜 他們知道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然後他們會大家去選那條路去走 永遠走在陽光裡面的時候 你的身份不會濕 你喜歡是烏雲滿天的時候 你喜歡走的時候 站在那裡 你便淋濕了身 他會懂得選擇 但是現在的青年人 其實父母是控制不到的 因為你不可以說 去到這個時刻 我才叫你不要出去的 不要出去擲東西 不要出去擲東西 因為他的同學 裡面已經有30個擲 不知道多好玩 他不去又不行 覺得 等他踢球而已 爭一個人 我們不去 有這樣的困難 父母是已經控制不到的 但是最不好就是 在學校 教育方面 有一些這樣的 老師 有一些的縱容 有一些 政治的意識 錯誤的意識 灌輸給他 這不是完全是父母的責任 我希望看到是怎樣 好像警隊 現在在警務處長大警之下 看到了 有了《國安法》 沒有這麼多暴動打 大警察沒有停下來 沒有 做好公關 開始跟年輕人的關係 他建立了一個關係 得到和市民之間的信任 我認為應該是 我們對年輕人 真的要 怎樣能夠和他們 同聲同氣 用這種感化 不要說要教導他 讓他看這個世界 讓你去了解我們的國家 讓他將來走對的路 就不用你去教他 我很同意你講一句 現在講什麼他們都不會聽 或者他們都不合聽 我經常說是要給他們時間 去證明的 我經常說 還有不要放棄 不要有些人說 他們不能救你 我覺得不要這麼想 沒有人是值得放棄 因為我們都是同根深的香港人 給點時間 我們再給點努力 希望大家看到 將這個洪溝可以黏在一起 還有記住 大家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們一定要愛護 珍惜打架 還有我想最後講一講 我剛才聽你說 教育小朋友 是否都是用這個方式去教 愛的教育 因為我們小時候 和現在的社會不同 我們不可以把以前的一套 搬來給現在的人聽 但是有一件事 我打了 那時是藤屌 藤屌蚊豬肉 為什麼我們不一樣 是用愛 我們為什麼會有愛 其實我們是信天主教 你信佛教就好 睡什麼教都好 都是愛 因為慈愛大慈愛 都是要說要幫愛 要維善 要同情 沒錯 你變成一個心底面 如果是向善的話 你就不會壞得去變 是 那些小時候一生出來 就要用愛的教育 讓它首先明辨了 什麼是善與美 我希望有這個 見到家庭的價值觀 能夠運用在愛的方面 是啊 但是我見很多人 已經用了所謂的愛 Sympathy 即是同情 就用了歪曲去 你們警察打我們 就是不是愛 要縱容他們 又才是愛 就是希望這件事 大家不要再去做這些歪力 香港的法治社會 手法是最基本的 我們循著這個手法的角度 再去爭取我們想要的東西 或者把我們的愛 去愛的小朋友 不代表要縱容他們 說得很對 希望香港會更加好 今次多謝Philip哥 希望我們再有機會 可以請更多不同的嘉賓 或者Philip哥再上來我們 叫多幾個朋友 希望你不會吃完我牛排之後爆到 都說不要叫我下次 我減肥 我減肥 我會再去學多幾道 不要緊 下次不如這樣 只要你吃我煮吧 好嗎 最重要是你都說完 不要 我可以真的吃 得益不少 好的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玻璃煮客室 特別要明謝場地提供的 Desomber和Kitty 記得訂閱屈基TV的頻道 和玻璃珠的頻道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屈基TV的頻道 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